波多黎各的阿雷西伯天文台传来惊人的画面 只见望远镜的支架断裂 巨大的接收器直接坠毁在地面的望远镜镜盘上 结果是镜盘到处都是破洞 面目全非 回顾1995年的007电影《黄金眼》 詹姆斯庞德和反派决战的场景就是在这里 它是全球第二大的电波望远镜 已经服役57年 1974年还曾送出给外星人的电波信号 只是现在一切只能留在电影的回忆中 接下来来看一座1000英尺高的烟囱 倒塌的完整过程 这座位于阿拉巴马州 于1952年设立的Widows Creek石化发电厂 已经在2015年关厂厨艺 现在在拆除烟囱之后将会进行厂职的清理 未来不仅会有新的土地开发案 拆除后的混泥土和金属也将会被重新回收利用 东新华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